距离新赛季不到一个月,罗斯将代表骑士队重新出征,就罗斯个人而言,他有两个好消息和两个坏消息,按照我的习惯,先苦后填,头号坏消息是,罗斯仅与骑士队签下了一年211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合同,较前一年薪资缩水十倍,球员合同往往能直接证明其价值,罗斯显然现在对于各支球队来说,并不值钱当然实际数据和能力决至于低至211万美元, 但,好消息是,来到骑士后和詹姆斯并肩作战,他将拥有职业生涯以来最佳的触碰奥布莱恩杯的机会,毕竟,获得总冠军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永远是终极目标,坏消息是,有小托马斯在骑士阵中,罗斯习惯的首发棋位极有可能一主,要知道,在罗斯之前参加的470场NBA赛事中,仅在新秀赛季有一场未能首发,没什么好抱怨的, 纯粹是现他阶段能力比不上了,但好消息是,保守估计,罗斯还有至少两到三个月的首发机会,因为小托马斯的臀部伤势让他很可能在全明星赛后才能正式复出,印象中的罗斯,是地面暴力变相,空中闪转藤罗的样子,史上最年轻的MVP,人们的记忆,往往会停留在其最美好的时刻,多次重伤之后,罗斯的打法收敛了, 岁数也涨了,上线基本碰到天花板了,首先,别再拿MVP赛季的罗斯作为标准去比较,这不公平,现在的罗斯,是经历了三次重伤一次膝盖交叉韧带撕裂,加两次半月板撕裂的罗斯,他能健康地待在地球最高水平的篮球联赛,已经是一种胜利了,令人惊喜的是,现在的罗斯是重伤归来后, 最好的罗斯,上赛季的罗斯,拿下了场均18分的得分,是重伤归来后的最高水平,而47.1%的命中率,更是比MVP赛季得高,53%的真实命中率是伤后归来的他首次达到五成,2.345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低值,他在变得越来越下一位空位,相对健康的罗斯,正在逐步找回熟悉的比赛方式,他每场博得的四次罚球机会是伤后最高, 25.9%的投篮罚球比率也是仅次于MVP赛季,他敢于在内线造杀伤了,这意味着他每出手四次,就能得到一次走上罚球线的机会,87.4%的罚球命中率更是他职业生涯以来的新高,他在努力变得更加高效,每场不到一次的三分球出手尝试0.94,创下了除了前两个新秀赛季的最低值,他明显在有意识的避免低效的出手方式,要么两分,要么不投, 避免低效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减少不适合的出手,罗斯看清楚了自己三分不准的事实,他在众山归来后,最好的三分表现仅为29.3%,他在场上的选择更聪明了,防守效率而言,罗斯还是一如既往的稀烂,但是,想托马斯和出走绿军的欧文也没好到哪去, 他门撒,直接保揽了NBA上赛季30支球队首发空位防守效率的倒数前三,但他起码有机会在骑士队整体的防守体系下获得些许进步,而小托马斯受制于身体条件,恐怕防守效率将永远稳定,在联盟后卫中的底部位置,至于罗斯能不能与骑士兼容?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,不过就现状可知,现在骑士队阵中并不缺三分手,抛开标准的射手和沃尔,还有神经刀J20密斯,弗莱和勒弗也可以拉出来,作为高架炮台使用,罗斯可以专心地把射程锁定在三分线往里一步的范围内,毕竟他还是留有一手突破能力,可以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往内线攻坚发杀伤,无需讲得太细,罗斯在骑士队的未来还得靠时间去检验,wait 211万的罗斯请别要求的太多,众商灭坛的罗斯请别要求的太多,很可能不再是首发球员的罗斯请别要求的太多,就像他想表达的那样,他来骑士,是冲着詹姆斯,是为了走冠军,只要他能保持上赛季的高效率,保持每场25到30分钟的上场时间,保持一个赛季60到70场的大体健康,还需要奢求什么呢?